东方未明颠倒衣裳 颠之导之 自攻招之 东方未明是一首抱怨诉苦之作 字里行间虽然有一些生动 诙谐的画面的描写 但在这戏谑背后 却是令读者无比同情 心酸的真情 诗歌的第一句就描写了一幕 令人觉得非常好笑的画面 东方未明就指东方的天空 还未露出光亮 天还没有亮 按理说 这个时候人们应该还沉浸在睡梦之中 但诗人却已经摸黑起床了 颠倒衣裳 古人衣是指上衣 长是指下身穿的裙子 古代的男女都穿裙子 诗人摸黑起床 睡意朦胧 一阵恍惚乱之中 居然将下身穿的裙子套在了身上 将上身的衣服穿到了腿上 如此上下颠倒真的是令人忍俊不惊 接下来第二章的首句 也是相同的含义 东方未熙颠倒长衣 熙这个字毛势里就解释说 明之始生 就指天刚要亮的时候 在此也是指黎明之前天色黑暗的时候 诗歌前两章的首句 我们看都描写了诗人在天还没有亮就摸黑起床了 结果慌忙之中将衣服穿了个颠倒 画面是非常的生动的 就像喜剧片一样令我们读者发笑 但同时也会让人产生一个疑问 诗人究竟是谁 他为何要这么早起床呢 他起床之后又为何如此的慌乱 到底有什么事情这么着急 急得连衣服都穿反了呢 接下来的后一句 其实就到处了诗人 他一早混乱不堪的真正原因 颠之导之 自公招之 原来诗人是接到了来自统治者的召唤 让他去应付公差 接下来第二章的这一句 也是相同的含义 导之颠之 自公令之 令就指公差号令 原来诗人摸黑起床 如此的忙乱 是因为要赶着去工作 从诗歌这两句的文字描述 我们读者可以知道两点 首先 诗人的身份 应该是一位处于底层的小官吏 或者是为公劳役的一个普通百姓 他起早贪黑 其实都是为了公务公差 而奔波忙碌 其次 诗人一早就接到了这个公差号令 一定是来得非常突然的 并没有一个让诗人可以准备的时间 如果是提前一天通知 那诗人可以早睡早起 去做好一个安排准备 也不至于会如此的慌乱不堪 颠倒异常了 那诗歌到这里 当我们了解了诗人的身份 和他起早贪黑 忙碌慌乱的背后的原因之后 再看之前 关于诗人颠倒异常的画面的描写 就觉得有点笑不出来了 有一番令人无可奈何的心酸和苦涩 隐含在这文字之下 反而会令我们为诗人的遭遇 感到无比的同情 双击点赞 关注听灵七 你也可以通过阅读 灵七品读诗经的相关书籍 了解这首诗歌的完整解读 我是灵七 让我们一起品读诗经之美 回归人生初心 回归人生初心